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起重大事故造成51人死亡 146人受伤 目前已无人受困 但新北市特搜队也再次进入现场搜救 要做最后确认 根据调查车上总共坐了496人 但占票就卖了120张 但这和重大死伤有没有关联 交通部并没有正面回应 而实际事故原因也还要在调阅录影带查证 但预计将会赔偿每位罹难者540万元 目前隧道东正线封闭 西正线则踩单线双箱运转 4到8节车厢仍在隧道内 预计事故车脱离至少需要5天的时间 加上轨道电车线与导线管修复时间 可能需要7天才能回复通行 以上是现场最新将时间镜头交换棚内 好 这起泰鲁阁号的出轨意外 有将近百位的幸存者搭乘了接驳车 返回台东老家 市场最新状况连线给记者王淑宏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泰鲁阁号出轨意外造成严重的死伤意外 在稍早的时候同一列的幸存者 有将近100位的乘客 他们是搭乘的游览车接驳 陆陆续续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 在稍早的时候 已经抵达了台东的新站 可以看到有许多的幸存者 他们是有人是还在车上 也等到下一站 身体是相当的疲惫 而台东县长则是准备了 主角面线来帮他们压压筋 还有一个小红包里面装的是巧克力 要来帮他们补充热量 而其中有一位的乘客 当时是坐在第五节车厢 回顾整起意外发生的经过 还是心有余悸 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他有听到刹车声吗 我一开始我觉得有刹车 然后我们大家就惊叫 因为火车会刹车一定是重大事故 不可能刹车 然后后来就跌到地上 然后就蹦蹦蹦蹦 一停下来之后就 好像有烟雾弥漫 大家很怕是会有灾发生火灾 还好那个是灰尘而已 这位乘客是从台北要来返乡过节 他说发生意外的时候 现场烟雾弥漫 他的脚也有擦伤的状况 而其他还有许多的乘客 他们都是陆陆续续的准备 由浏览车接驳回家 这状况太恐怖了 真的很恐怖 当时那种情形真的很恐怖 这边我们也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 预计在今天的深夜到凌晨左右 会有一位的死者 他的遗体会运到了台东的殡仪馆 目前根据我们所知道 原来这位死者 当时他跟他太太一起搭车回来 发生意外的时候 他是抱住了太太 而且保护着他 最后先生不治身亡 他的太太则是受到了轻伤 这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以上是来自台东新疆情况 主播 5人